一身黃色道袍砸起馬尾 高雄市長夫人李嘉芬 晚間來到左營參加祭天大殿 現場氣氛莊嚴 李嘉芬手拿獻箱前程跪拜 廟前廣場則是被爆滿信眾 急得水洩不通 仪式開始前更有韓粉 搶著要我市長夫人的手 不要拉傷 不要拉傷 再立立委安排選在左營 田宮沒有殘敗 李嘉芬透露和韓國瑜分頭 跑行程來拜拜 都是不求姻緣 只求新的一年國泰民安 大家都很熱情邀約 可是因為說實在 因為時間真的都有限 所以我們就想說 慢慢用輪流的方式吧 盡量能夠 我們如果能夠到 都會盡量跑 祈求我們國泰民安 奉跳與順 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夠安居樂業 我覺得從政的人 只有這樣一個目標啊 被問到眾所矚目的新馬行 會不會跟著韓國瑜一起去 李嘉芬則是微笑點頭 沒有否認也沒有透露 我覺得你會跟市長去新馬那邊 那幹嘛 沒有 你刷就出了 對 現在這樣這樣這樣 韓劉魅力持續發威 加上李嘉芬親切好形象 走到哪都被信眾團團包圍 就能看出市長夫人的魅力 一點也不輸給韓國瑜 記得高雄綜合報導